如果用1、2、3、4、5来表示你与伴侣之间的性爱幸福指数 5代表最满意 1代表最不满意 你会给自己评定解 人们对性生活是否满意的感觉是主观的 但是什么是有质量或令人满意的性生活 完美性生活的三部曲 1在每次性生活前 有较强烈的性冲动 即在内心里有渴望 这就如同孩子上学或练钢琴一样 是我想上学 我想弹钢琴 而不是厌学 2在性生活过程中 男女双方均无身体上的不适感 心理上的不愉悦感 双方均能有激情 充分地投入 享受肌肤相亲的亲密愉悦 3在性生活结束后 均有深深的满足感 从渴望到激情 到满足称之为完美性生活的三部曲 可以说人们是最喜欢享受性生活的 这一点也不离经叛道 它既是人的原始本能的要求 又可以从生理激素的分泌 多巴胺来得到几世 可是能够充分享受性生活的人 以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少得多 性是人类最伟大的行为 它在生命的进程中自然蒙发 它让我们融入整个世界 它带给我们飘然预先的快乐 常样在爱河里 相互了解 合二为一 我们感到幸福 骄傲 为我们的需要 可以不顾一切 把自己坦诚给对方 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一个完整的人 性爱之所以值得歌颂 乃是因为完美的性爱 必定是男女双方有情感上的亲密 心灵上的接近 再到身体上的相互吸 是身轻 灵的高度结合 所谓爱到深处便是性 不同婚龄夫妻的性爱特点 对于新婚夫妻 对于新婚夫妻 结婚头一年到三年来说 常常较容易的就能享受雨水之欢的快乐 但如果在这期间内很快有了孩子 则情况会复杂些 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几点 一性即性生活本身还是一片新奇的领域 还是如此的新鲜而有趣 甚至令人着迷 二经济与生活上的压力通常较小 相对于有了孩子的夫妻们来说 这使得家庭生活还没有给他们更多的压力感 年龄及身体上的因素 年轻的身体自然更具性的活力 这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三五年以及更常婚礼的夫妻 还能常常品尝那甘甜之味 以及激情释放后的深深满足吗 这时的夫妻存在不少劣势了 一 双方的新鲜感基本上没有了 因为夫妻对于双方都很熟悉了 这与性爱兴奋及性行为中的快感 有时所需要的新鲜感 刺激感相违背 二 一般来说 随着孩子的诞生 抚养上的辛苦 经济负担上或多或少的加重 现实生活的压力感 迫使夫妻在养家上付出更多心血 能腾出空来进行性生活的经历 心思自然就少了些 年龄渐增 年龄渐增 生理上的性活力处于递减状态 通常是缓慢的 这是生命的规律 如果在以上三点之外 再加上诸如夫妻在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增多 关系不和谐 一方或双方身体不佳 一方有不良习惯 如抽烟酗酒 沉迷游戏等等 那么通往美尿性生活的路上 真是一下子平停了好多障碍 如水管堵塞或交通拥堵一般 这使我们崎岖难行 如何达到性爱的至高境界 性爱本身仍然是美好的 只是我们在生活的洪流中 迷失了性的美好与活力 我们需要重整身心 向完美性爱出发 首先我们要承认 以上问题中有可以解决的 有不能解决的 后者如新鲜感的降低 这是难以解决的 我们不可能因为寻找不断的新鲜感 而去朝三暮四 再如性活力的降低 随着年龄的增长 它自然会呈下降趋势 一个35岁的人 习性活力水平还能像20岁那样吗 我们并不能改变生命的规律 索性的是 索性的是 除了以上两点外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可解决 可改善的 也在一定的程度上 仍可保持新鲜感 尽管夫妻已经非常熟悉 但每次性生活前仍要有对对方的吸引 夫妻生活中常犯的一个错误是 出爱时注意穿着 精心打扮 具有性感的意味 而一回到家中 就展示给对方完全的本质状态 这对于性生活的前夕来说 简直是有些残忍 当一对夫妻在上床前就以各自穿好睡衣 并无半点隐忧的意思 这已经是性生活将满意达到高境界的征兆 因为它不符合新鲜感与调动性欲的要求 如果说上面所述是有仁的话 那么最关键的是要有心 记在你心中 性生活占了多大的位置 你是否愿意为了与对方经营好你们的性生活 而轻轻去做些什么事情 有人曾说 做一手好菜 以取悦你爱人的肠胃 套用一下 做一个床上的荡妇 以便取悦你的男人 对于男人来说 做一个床上的英雄 以便俘虏与愿你的女人 因为你一旦有心了 你就会做出很多有创造力的事情来 是的 性生活需要我们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二 关于经济及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压力 如果夫妻疲于生活的奔波 我们还能有多少心思去经营性生活呢 在此我当然不是鼓吹人们可以放弃 或不顾现实的生活任务 但我确实主张人们要放松下来 就如同同工作再忙 也要抽出时间陪陪孩子一样 你需要用心去陪伴你的妻子或丈夫 哪怕一间钟十分钟也好 有了这种心思与较为放松的姿态 我们进行性生活便有了良好的心理基础 这里一个很大的误区是 人们以为夫妻共同赚钱 养育孩子 这便自然有了良好的婚姻了 其实不然 可谐的性生活在美满婚姻中 至少占七分之一的重要位置 其他六项分别是 经济状况 孩子教育 饰养双方的父母 情绪上的相互支持 囤囤爱好 社交圈子 三 关于关系上的压力 这样来说似乎有些奇怪 夫妻关系是最亲密的关系 又何来压力呢 当然理想的夫妻关系 确实是最为舒适 自在亲密无间的 但是现实中 却常常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如果不能及时消除 沟通或化解 关系中的任何下戏 张力都可能会影响夫妻的相处 当然也包括床上的相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性生活的和谐程度 是夫妻关系质量的情与表 或者一个表征 性爱实在是一件令人期待 又怕受伤害的事 在享受性爱的欢愉之时 可别忽略了性爱礼仪 记得做个有礼的情人 以你让伴侣留下负面的感觉 其实为爱鼓掌 并没有什么应该遵守 或是不该做的 而是双方透过沟通 互相协调 尝试渐渐共同决定的 对爱鼓掌时 千万记住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实时顾及对方的感觉 如果单方不愿意时 千万不要逃避或强迫 在性爱过程中 有人喜欢种草莓 或是轻捏对方以表示轻易 有时甚至有抓 遥等较粗暴的举动 记得要注意对方可能并不喜欢 所以了解对方的喜好跟感觉很重要 不要只是为了一己之欢 而伤害了最亲密的人哦 双方都有意愿 传统的为爱鼓掌模式 是男性主动要求 并且主导整个过程 但随着时代潮流的变迁 一些女性有需求时 渐渐不再爱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而羞于表达 专家建议大家不妨试试用行为或口语的暗示 来让男方了解 更可增加情绪呢 为爱鼓掌 最重要的是双方都有意愿 如果不能尊重伴侣的基本权利 那么其他的性爱礼仪都是空盘 况且用强迫或半退半就的方式 不但降低整个性爱过程的品质 被强迫者更会对此感到厌恶 甚至可能让你吃上观辞 重视对方的感觉 被爱鼓掌的过程要互相替对方着想 从开始到最终都是如此 很多女性有过多次性经验 但却从未有过性兴奋 其实男女都该有性兴奋 而不是一方在取悦对方 因此在过程中 不妨极由沟通 觉察对方反应来得知伴侣的感觉 负责任的态度 上天赋予动物过夫妻生活的能力 是为了完成繁衍后代的神圣使命 因此在发生性关系前 如果还不想为人父为人母 就要做好事前的防范措施 清洁卫生很重要 性爱的发生尝试受当时情境影响 无法事先做准备 此时男女双方要特别注意卫生 当吃过会令口腔气味不好的食物 就不适合接吻 否则可能会令对方难以忍受 如果可以的话 不妨先洗个澡 因为臭味会影响性欲 而有性传染病的人 要事先告知对方 并且使用保险套 以免将性病传染给你的另一半 手密与亲密伴侣间的性爱关系 是非常私人 隐秘的绝不可在朋友面前 宣扬或批评你的性伴侣 甚至公布对方的私密处特征 如此非但不尊重对方 更有损自己的人格 姿势变化 如果真的很想尝试这种特别的性爱方式 应该事先提出邀请 若伴侣不能接受这样的过夫妻生活方式 那么威胁和责备对方都是不公平 不尊重的表现 不妨和对方进行沟通 找出对方不愿意的原因 加以排除 有些人拒绝口并不是因为理性的想法 而是觉得这样不太卫生 其实这个问题只要确实做好个人卫生 即可解决 因为男性的体液是无害的 它只是有水 蛋白质和无激物所组成 当然在过程中如果发生不愉快 或不舒服的感觉时 就要立即停止 尊敬伴侣的预替 为爱鼓掌时 身心都非常脆弱和敏感 因此我们有义务对此保持高度的敏锐性 不要因为寻求刺激而虐待伴侣 甚至做出会影响健康的行为 否则对方就变成你的细域工具了 不要比较 无论为爱鼓掌的过程好或坏 千万不要拿来跟前任比较 即使是性伴侣提出比较的要求 也要技巧性的婉拒 毕竟为爱鼓掌是两个人之间的隐私 假如你构知现在的性伴侣 他的技巧比前伴侣好 反而会让他产生一种压力 怕下次表现不佳 又或者分手后 他也变成你拿来比较的人 多称赞对方 人都喜欢被称赞 例如说声你好美丽 我为你疯狂 我喜欢你这么做 我很舒服等 为爱鼓掌过程中适度的赞美 可以让对方更有自信 并且了解你的需求及喜好 事后的亲女接触 很多人都忽略了后续的重要性 如果为爱鼓掌时女性没有兴奋 可以在此时利用辅助的方式 让她达到兴奋 此外女性退潮比较慢 结束后不妨给对方一个拥抱 或是说声我爱你 即使女性在过程中并没有兴奋 也会觉得很甜蜜 让她感觉被爱 被尊重在亲密关系中 尊重对方的意愿 体贴对方的感觉 是最重要的一刻